Heading Center Heading Center 今個父親節週末 溫哥華發生多宗無故襲擊陌生人的案件 其中最為核人的案件 是發生在星期日晚上7點左右 位於明街甲Haston街的Ampress旅館 有兩名受害人放行李上的士時 被一名陌生人用開山刀斬傷頭部和頸部 行空者是一名四十多歲身材被叛的男人 而在星期日晚上11點半 一名23歲的男子 在Warder Arena聽完演唱會之後 在場外被一群陌生人圍攻 還被人捅傷腹部 而星期六凌晨3點半 一名27歲的男子 在Dreadgap Seymour街 被6至8名少年圍攻 被噴射胡椒噴霧 兼且被利器割傷 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 新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 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驗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稱職致電預約聽力測試 大批青年人據說 在上星期五晚上 在耶魯鎮的捷運車站之內聚集 社交媒體上風傳視頻顯示 無論在樓梯或月台都失滿了人 他們還在高聲叫喊 上下崩跳 就好像在開派對一樣 據說當時有一批學生剛剛開完派對 準備乘坐接運列車離開 但似乎意猶未盡 繼續在車站之內狂歡 運輸警察說雖然這次聚集人數頗多 但沒有收到犯罪或危險行為的舉報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種 過去五十多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 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溫哥華發生醉酒駕駛車禍 司機沒有大礙 但車上乘客需要宋遠救治 司機不僅沒有了車 連牌照都被吊燒了 另一方面 昨晚十一點半左右 在西社街靠近阿彪特斯街 一名二十歲歲男子和朋友過馬路時 被一輛高速行駛向東開行的汽車撞死 但司機少事之後不顧而去 警方追追出一部 較為新款的灰色房車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尼南山Center 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 配一對適合你自己的助聽器吧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 還高達半價的 快點打個電話來預約吧 卓能聽力中心 助理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高貴臨星期六晚 逆即是十八號七點半左右 位於克拉克路五百六十五號的一間披薩店 發生槍擊案 一男一女中槍受傷 需要送院自離 奇景說 傷勢應該不會致命 初步未知道槍手的作案動機 表演藝術舞台 露天台灣電影院 藝術家走廊 整集集中醫一整 立即拍攝影戰 玩轉轉輪抽獎遊戲 餐車美食 睽違已久的2022台家藝文節回來了 今年盛大回歸 7月1日至3日共三天 地點就在Vancouver Art Gallery North Plaza 和Vancouver Playhouse Annex 歡迎朋友們7月1日加拿大國慶日 來體驗豐盛的台灣加拿大藝術文化饗宴 溫哥華明天6月21號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多雲 溫度最高有20度 UV指數有7強度屬於高 晚上多雲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低有14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 高雲書公司今天發放一段最新視頻 顯示一列火車在今年5月中 在多倫多史西 撞向一部未有在平交道停車的四驅車 少市女司機當時開車繞過路閘 被列車直撞 四驅車嚴重損毀 女司機僥倖逃出鬼門關 演外現場是在Shepard Avenue 甲Q Street附近的 Cow Hall Road的一個平交道 少市一部四驅車曾短暫停在平交道前 但女司機貪快繞過平交道 被一部到站列車撞車 都市聯通說 少市女司機在意外後 曾經勉力離開現場 幸好傷勢未算嚴重 從陸像見到四驅車在意外中嚴重損毀 警方現在已經向少市女司機提出檢控 都市聯通保安主任Martin Gallinger說 平交道閘口的碰撞 是由行人、騎單車者和司機故意冒險 或因為錯誤、習慣或分心 而作出錯誤決定造成的 每個人都需要在平交道保持警惕 要記住火車快速行駛 並且隨時可能出現 都市聯通發現人Anne-Marie Atkins 今天說 在平交道前 首部火車駛過後 不少司機以為便可以安全駛過 繞過閘口 但不知道另外一部火車很快駛過 這便釀成意外 她提醒司機當平交道閘口降落 紅燈亮起時 千萬不要硬闖駛過 她又指出 很多司機以為自己繞過平交道 一定會快過火車到達 但當汽車駛過平交道時 汽車車輪可能會被平交道不平路面卡住 汽車開前開後都不行 那就死神來了 大家千萬不要玩命 試圖繞過平交道 火車路軌危機處處 不知走緊的火車 停下的火車其實也很危險 最近除了有司機 貪快被撞到反車之外 也有行人帶來之旅 在停下的火車車卡之間穿過 危險性是有過之義務不及 在前日即18號 倫敦市居民波格爾 經過倫敦市的Richmond和Mills的時候 見到有幾個人在一部停下的火車車廂之間穿過路軌 他說當時有架火車停在一個路口上面 他自己停下了 等火車走過之後才走到另一邊 但他就見到一個女人帶了一個小朋友 先爬上火車 然後再穿過車廂之間的雜訪走到另一邊 他先自己下車放下手袋 然後再轉身抱一個小朋友落地 波格爾說他見到這一幕的時候覺得很震驚 他說在不夠兩個星期前 有人在同一地點被火車撞死 波格爾說這個女人的行為很危險 但他一點都不在乎 他對她好言相勸反而被對方鬧 波格爾說如果那個火車開始動的話 即使是動一點都好 他們都可能會無手無腳或者可能會死 不值得為那些少許時間去無這樣的險 波格爾說這次已經不是他第一次 在這個路口見到類似的行為 他說在周末晚上 偶爾會見到學生 或者從酒吧出來的人 他們等不及 就會趁火車停下來的時候 在車廂之間遇過路軌 據鐵路安全窗道組織 Operation Lifesaver指出 每年在加拿大有超過100人 因為違規越過火車漏軌而發生意外 而這些意外原本都可以預防到 珍寶海鮮坊上個星期二被拖離香港 做檢查維修和船坊 正待新的經營者出現 但在上個星期六18日的下午 使至南中國海西沙群島附近水域的時候遇上風浪 船身入水傾側 負責航程的拖船公司 嘗試救援之後不成功 海鮮坊最終昨天全面入水翻轉 事件中沒有任何的船員受傷 由於試發地點的垂心超過1000米很難打鬧 香港仔飲食集團表示對海鮮坊的意外感到難過和不捨 以及同近拖船公司進一步了解事故的詳情 集團又說根據規定要求 海鮮坊在離港前已經請了專業的海市工程人員 詳細檢查過船身和加上圍板 以及拿到一切所需的批文 進行今次的航行 三個男子試驗在19年9月29日全球反擊權遊行的時候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一帶干犯暴動罪 受審後被裁定罪成 其中36歲的首被告 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5年監禁 法官陳廣次說 這次暴動針對政府中部 直接挑戰衝擊香港 中央統治管治權力核心 為家營的重要因素 本案被告依次為 暴政從事音樂製作的莫振宇 學生楊樂謙和資訊科技員李奇俊 楊樂謙和李奇俊上個月被判就4年半 但是莫振宇當時因為確診新冠病毒 押後至今日判刑 陳官在判刑的時候說 這次暴動是更多次暴動中 最為嚴重的日之一 他說暴動範圍之廣 涉及的暴徒之多 暴力程度之大 組織性之強 令人為之詐欠 陳官又說 案發兩日後是十一國慶 立法會大樓使無前例感被暴徒攻陷 所以在某程度上 929有他政治敏感的意思 他又說 外國政客眼中美麗的風景 卻成為普通大眾 搜罰香港人的悲痛史 陳官又指 首被告在暴動策劃者的眼中 是歧視或棄視不得而知 但後果相同 即是要為他的舉動負尋重代價 確切成為戰場炮灰 陳官又說 首被告沒實質求情或求情信 報告亦顯示他毫無悔意 對於首被告在報告說 當日去到灣仔準備表演 打算去到中環乘船去到南馬島 但被人群擋住 其後被捕 但陳官反駁說 他當時無惡氣惡背在身 而且穿著黑衣 有防盜面罩、護具、頭盔等 曾經扔磚頭和反抗 他的行為比另外兩被告更加嚴重 所以判他監禁五年 據新聞政事務局 發信邀請部分政家人士 出席七一的官方活動 要求有意出席者 需要在今個星期四 23日起 進手多項的防疫措施 閉環式生活直到七一 包括正日可以點對點 來回住所和辦公場所 每日需要去到社區檢測中心 接受核酸檢測 同住家人、司機 也需要每日檢測 以及要在出席活動前一日 入住政府安排酒店 接受閉環管理 當局有提醒有意出席人士 如果需要在車前 去到辦公地點以外的地方 出席其他公務活動 不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局 也不可以參加聚集活動 以及嚴格做好個人防護 這方面 我想這也是第一次 我們把這個儀式的祝福 送到內太空 3 2 1 請出席人家 您公布 第三次 此外 請出席人家 提醒 其他人 再次 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梯究竟這部電影的概念和想表達的想法 天梯是一部電梯直達天的 太空大空 因為未來人類可以除了坐風開節外 也會坐天梯去探索太空 這次很開心可以得到航天中督的合作 我們可以在不同方面呈現這次的技術 天梯究竟有甚麼不特之處 今日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